好 外界盛传呢 这个46岁的张曼玉和交往三年的 德籍建筑师男友已经分手 不过这一回哦 这个德籍男友呢 接受了中国媒体的这个访问的时候 粉碎了分手的传言哦 而且还对张曼玉公开示爱 不论是穿着黑色身体洋装 或是打破浪的性感造型 张曼玉都轻格一举的摆出自然pose 展现影后风采 连续八年代言同一家化妆品牌 今年亲自参与广告花絮的剪辑 求好心切 对于自己镜头下的每个表情和神韵 都非常在意 连续拍了十个小时都不含泪 张曼玉事业得意 感情一直以来也是化石焦点 他和交往三年的男友奥雷 近来传出分手 不过日前奥雷在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 还大胆施爱 只说张曼玉是非常美丽的 还受人生的另外一个转变 就是认识了他 粉碎了分手传言 不过虽然贵为影后 张曼玉却透露 其实自己有一件事情一直很遗憾 如果我可以拥有多一个精彩的十年 我想我一定会回去学校 我十八岁就开始工作 到了现在好像很多东西都拥有了 可是还有一个遗憾 就是我觉得我念书不够多 我想会用这个时间去学 弹一个乐器 好像吉他还是drums 希望冲回学校读书 让自己的人生更完整 但是到底何时想要走入婚姻 张曼玉则是说 目前没有打算 传地新闻 掌宁台北采访报导